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公共服务创新小学堂 您给我15分钟 我们教您一个创新新观念 今天我们小学堂 非常荣幸邀请到国立政治大学 廖心中廖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有关于深层式AI的这个应用 是是是 我们今天在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叫做深层式人工智慧 对大学教育的影响 那因为廖老师呢 他目前也是国立政治大学 这个副教务长 同时也是兼任这个政大的 这个我们讲就是教发中心的主任 大家知道嘛 这个Chad GPT 从去年11月横空出世以来 这个在全球各地掀起一股 这个所谓深层式AI 的这样的一个风潮 那当然作为在大学工作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呢 这根本没有办法去抵挡这样来势汹汹的一个风潮 因为这个AI对于我们在教育端的影响实在太重大 那廖老师他因为刚好兼的这个政大的这个行政工作呢 就首当其冲的必须要去面对 这个深层式AI对于大学教育端带来的这一些挑战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些问题 想要从廖老师这个经验里面呢 来我们好好谈一谈说 到底深层式AI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对于我们大学教育端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那不过首先我想第一个问题跟廖老师请教 可不可以用一个比较科普 比较白话一个形式 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叫做深层式AI 我想就是说深层式AI它基本的概念 大概最主要的你可以用一个文字接融的概念来想象 我们就以ChairGPT来讲 那这个文字接融呢 它本身就是它会产生第一个字 那它接下来产生第二个字 所以呢它针对你的需求跟问题 它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一直不断的把这个内容堆积起来 可是当然每一次的这个产出跟背后的学习 都会是为了要更满足更正确的去对应跟回应那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有点像文字接融的概念 就这样把它产出 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有一些同学们 或者是有一些老师们 他们在刚开始用这个ChairGPT的时候 然后可能会问啊 那请问一下廖新忠是谁啊 结果呢他说他是清朝啊 哪一什么时代的人啊 大概可能会是这样 那原因是因为他的资料库本身 还不够丰富 也不够正确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会产生非常多的有趣的这个结果 那你用这个角度来想的话 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字接融 然后连续这个不断的产出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然后产出一个内容 然后为了要满足你的需求 那但是至于这个内容是不是能真的满足你的需求 或者是这个内容有没有正确性上面需要去被考虑跟考量 这个就会是我们在使用者段会遇到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是是了解 那事实上呢在从去年11月这个ChairGPT出现以来 那个甚至是AI的这个应用领域 已经从文字上面的一个运用 进展到图像 进展到声音 比如说音乐 然后再进展到 甚至我们老师们在上课要做这个简报呢 都已经有出现一些应用的软体 可以协助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生成 那像这样来势汹汹的这些 甚至是AI的这个大军 那在实物上面 到底对我们带来哪些 当然也有一些机会 那当然在这个教育上面也有带来哪一些挑战 是不是也可以请新东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在大学端 我们特别不管是老师学生 或者是教职员 在我们政大的观察 可能在学校里面的观察 你会发现到其实它分两群人 那有一群人非常乐观 那有一群这个受众 他们可能就会相对的悲观一点 有人会觉得AI是来取代他们的 那但是有一些人是这个非常乐观 跟积极的去拥抱他的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乐观 跟积极的拥抱这一块来谈 我们开始观察到有一些老师 他们在这个针对他原来的课程大纲 当然这个可能也许 不敢讲数十年如一日 但总是某种程度有一点时间的累积 那可是透过这个时间累积出来的这个课程大纲 假设自己想要去产生一些新的元素 或是想要再去做一些修正跟调整 通常我们不太容易跳出自己的框架 因为毕竟我们钻研这个课 或者是讲出这个课已经非常长的时间 我怎么可能还有办法跳出我的课就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把它丢给这个生神4AI的时候 它或许你会看到有一些很特别的亮点出现 也就是说它竟然会去思考到说原来还有一些其他的领域 可以跟这个东西产生一些连接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再回过头来去修正你的课程大纲 那再根据你自己背后本身原来在这个知识领域的发展的趋势的一些掌握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让我们原来一些教学的内容产生一些搅动 那这个时候也许或许可以让学生们也可以领受到一些不一样心的局面 那另外再来呢就是 生神4AI在课堂实体的应用 毕竟它可以及时产出 所以呢换言之你可以在小组的分组活动上面 你把这样的元素放进去的时候 那它就可以让同学们呢可以有更多比较新鲜 比较有趣的现场互动跟体验 那但是正确的教学引导 怎么样帮助他们借着这些产出的内容 再去做现场及时的反思思考跟批判 那怎么样借由这样的过程再去提升他们 有关于比较深层思考的能力 它其实也是可以被拿来应用 那有一些老师呢把它用在考试端 那怎么做呢 那主要是因为有些老师他们也 平常的这个考试啊 都希望用选择题 是非题 那所以呢其实也是可以把自己教学的内容 然后把它放进去 那我听过有一些老师呢 就直接让生神4AI产出选择题 产出是非题 那他再回过头来再去修正 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方便他 去想办法去建立他的题目 要不然呢其实在座各位老师跟师长们可以想想看 就是说假设希望你瞬间生出50题的选择题跟这个是非题 某程度应该也是有点压力吧 但是可以产生更多的题目那是最好 那个绝对没有办法瞬间 对对对对 没有花很多时间 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也是他可以看得到的有趣的应用 那当然PPT就不用讲了 有一些老师他在构思这个PPT的结构跟图像的时候 他也是苦师啊 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一些修正跟调整 那像有时候还会接到一些 像我们教法中心 有时候还会接到一些很有趣的这种 以前没接过的任务 那这些方向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 需要花时间去摸索 可是呢在行政压力上面 我们又必须要很快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那同仁们就有一些同仁们就会去借由这样的应用 然后先帮他伸出一些可能的结构跟方向 那他再来去做一些调整跟内容的生成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还蛮有趣的 就是也就是说可以某种程度提高他的行政效率 那刚才就如我在先前所谈到的一样 我们政治大学要面对这个双语教学 甚至是多语环境的建构 那可是行政端呢永远都比较慢 因为行政同仁他们语言能力的限制 他不太容易去很快的去跟上这个趋势 那我觉得这个生成事业的应用 怎么样用在这个行政端上面许多资讯跟业务的 这个双语化跟多语化 其实对我们政治大学来讲 应该也是下一个阶段我觉得一个还蛮好的尝试 那至于学生那就不用谈了 他们用得非常的自在 然后甚至最好不要被我们发现 所以在课程设计上面 怎么样让学生一面可以运用 但是一面又需要去回过头来反思 像在我的课堂上面 我鼓励学生们使用 但是呢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怕他们就是单独使用 就是只使用内容 所以呢我就请他们先把内容产出 那产出以后呢就变成他的那个保底的内容 所以他就要把它交出来 所以呢接下来呢 你所有后面最后完成的东西 都必须要根据这个来去做修正跟调整 那他这样一步一步往下走 所以我每个阶段都有去做监控 然后呢去做他这个修正跟调整的核实 那甚至呢要去鼓励他们在哪些点上面 要让我看到他超越了他原来产出的那个内容的基础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另外一个我觉得也蛮好的 一些应用端的分析 是是是 是啊因为刚刚廖老师也有提到嘛 就是说在这个比较乐观 乐观派的这些老师们呢 就是比较积极拥抱这样的一个生成是AI 然后会在他的整个教学设计里面 安排一些桥段 让AI能够发挥他在辅助教学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当然我觉得重点还是在 因为大学终究是一个教育的单位 我们重点还是在教育我们的学生做一些能力的养成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约略的感受到 有一些老师对于生成是AI的一些担心 那特别的是担心说这个AI取代了很多本来应该学生要去学习的那些项目 反而让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一个焦点 也就是说本来我们是希望学生拥有这个能力 结果呢他都把这个学习的这个工作转嫁给AI来帮他做 他根本都没有学到 我想应该有一些老师他是因为担心这样 所以站在一个比较消极 甚至是一个比较不敢说是反对啦 至少是很不情愿的 看待这样的一个AI进入大学校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针对这样的一些老师那个行动老师在政大或者是您自己接触的经验里面 是怎么样去跟这些老师做一些观念的沟通 还有他们真正的担忧到底是什么 我想确实就像中文老师刚才谈到的 有一些老师有一些担忧 那他担忧的主要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 就是原本在这个知识领域里面有一些能力 现在发现AI来执行 似乎可以某种程度 甚至几乎全部的取代 那这样子就会让这个学生过度的依赖他 而失去那种原来他应该要具备的能力 那但是在这些老师们他们所疑虑的担忧的这个部分 我们学校从行政端上来讲 我们大概就会在课程的这一个设计上面 或者是课程的沟通上面 怎么样去建构一些选项 让这些老师可以设立一些要条件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虽然鼓励老师 我们也希望同学们有机会可以运用 但是我们也某种程度要顾到另外一群老师们的心声 所以我们也有在课程的这一个课程大纲的说明上面 也建议一些完全不使用的老师 可以在课程上面去做好的说明 那非常清楚的给他们这样的空间 所以学校没有完全的就是去局限 老师们是不能使用它的 所以这个是事实上是给老师们一个空间 那另外呢在确实您刚刚有谈到 有一些知识领域啊它其实可能会慢慢开始发现这些深层式AI可以取代它 或者是至少深层式AI可以完成的程度还蛮高的 那所以换言之老师们在构思新的教学的方式跟方向的时候 我们教化中心也鼓励老师们 可不可以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境里面去思考就是 我可以再怎么样去设计让学生产生这个以外额外的能力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例行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比较规律性的这个工作知识的这个展示 他可能AI非常容易很容易擅长就可以去把它掌握起来 但是我们在这样的情境里面怎么帮助学生在这样子的条件上 还可以再长出不一样的东西 有别于其他人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找到另外一个创新跟切入的点 那这样的话学生就不会只是就是我不能讲坐以待毙 也就是说这样的专业知识的领域 就还可以再找到另外一条 人可以控制跟人可以积极投入跟参与的区块 那至于那一些就是本来就很例行 比较容易被AI可以来处理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尽可能的把这个时间跟能量交给他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转换的思考 我们也鼓励老师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有这种转换性的思考 那所以我们有非常多工作方开始朝向这个教学方法的导入 或者是生成4AI可以怎么样进到这一个教学的现场 它怎么样去融入 它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做法 就像我刚才跟您举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在刚才介绍的时候 我们有特别谈到 有老师跟学生他们都需要大量的去写那个code 他必须要去编写这些程式语言 可是他需要除错 他跑完他就是不知道他错在哪里 可是以前的话可能就要一直不断的自己在那边找 然后一直不断的试 可是有了生成4AI以后他就可以取代他 但是他取代他之后他把他的时间省下来 他就应该要去想 那他应该要把这个时间放在哪一个地方 可以让这一个这个写程式语言这件事情更有价值 或许他把时间省下来 还会创造出更有意义的应用 我觉得这个是另外一端要可以去思考的 但是当然我们学校目前还蛮忠心的看待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老师们如果不想用 我们也有设一条他这个可以禁止使用的这个弹性的选项 那即便是可以用 我们也都尽可能希望老师们留意 他可能会产生的风险跟影响 其实谈到这边 因为真的这个生成4AI的一个出现 确实在挑战我们大学 不仅仅是大学 只是说因为大学生 的这个从业者 这个所谓的生成4AI在大学教育的一个应用里面 有哪一些常见的风险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 其实我想就是同学们或者是在座各位市长们 可能也许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实我刚才有提到嘛 不管是台大 清大 阳明教大 然后甚至包括成大 那当然我们政治大学 台湾有非常多的国内的公私立大学 其实都已经提出相对应的原则跟这个参考 就我的观察 我发现大家非常在意的就是第一件事情 主要就是个人隐私的这一些资料 最好是不要放进去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给为一些资料 给生成4AI 或者是为一些资讯给他们 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帮我们产出一些相应的内容的时候 这个具有个人隐私的资料是最好还是不要的 但是当然就像我刚才在分享的时候 其实这OpenAI这个公司他们也有在也有声明 他是说他们是这个不会留用这些资料的 但是呢 我刚才有讲到了 就是其实如果大家进去那个ChairGVD里面 你会发现你以前问的问题 都还在啊 全部都还在 对啊 那所以呢 换言之就是说 那技术上来讲 他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把他抓下来的 对 那只是呢 就像我刚才讲 这就归咎到诚信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相信这家公司 他会遵守他的承诺 那就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你 如果这个公司并不遵守他的承诺 那你的风险就会非常高 所以我们通常是以这个伤害最大的 这种风险去思考 所以当然自然而然就尽可能的避免 大家把这个个人隐私的资料放上去 那第二个呢是 它产生这个自动生成式的这个内容 特别是文字内容 它会 它会很有意思的是 就像我刚才讲文字接笼 然后接接接接接接接出来 那我刚才有讲我们这个政大的铁观音节 那根本是有这个节 可是呢 它的论述完全不是这个节 这个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所以我记得我们校内有老师 就直接很公开的讲 他说这个生成4AI 尤其是CHAT-GVT 基本上就是一个唬烂王 那你面对一个唬烂王的内容 请问一下你需不需要更多的去检查它 检验它 那所以有一些使用者 他会给CHAT-GVT 比较多的information 然后请他参考那些information 来去帮他去做后续的处理 这种通常会稍微到位一点 可是如果你今天用一个很发散的主题 问他的时候 他其实就是会根据他所搜寻到的一些资料来源 那就更何况是我刚才讲到的 我们现在中文的世界里面 我们能参考到的资料库 要非常小心 因为台湾在那个中文世界的资料库里面的占比 相对来说应该是会比对外小 是 我们以人口的数量 还有这个生成内容的可能性 那所以那个用语 它产生的这个内容 都很可能会倾向某一边 对 那这个时候用在我们这里到底合不合适 或者是说他会不会那个内容 即便他是正确 但是我用在这个情境里面 他就是完全错误 那这个都可能会产生很多的风险 那另外再来他会是 他的内容本身 会不会去抵触这个社会的常识 跟这个社会的习惯 譬如说他 就是我们可能都把对方 把现在目前 这个我们社会上 的这个外来移民 我们可能会把他叫新住民 对吧 那可是呢 会不会 那个新住民的这个资料库的占比不够丰富 所以深层自哀的就给他们叫了另外一个名字 那那个名字其实不好听 那可能会有产生一些问题 那学生们呢 检查又不仔细 然后知识不一定底运够 所以他很可能就会误用 那也会产生比较大的风险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块 另外还有一块呢 是最近行政院的这个指引里面所谈到的 还是要留意认知作战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 就像我刚才讲这个资料来源的 这个占比的不同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深层自的内容 它其实会产生某种意识形态跟观念的导致 那如果我们没有人做一个主体 他没有一个这个正确的判断的一些原则 那很可能自然而然吸收了 那他就会形成一种观念上的这个立场上的一些受到影响 他这个风险也有可能会存在 但是我目前看到的比前面两个 会是相对比较严重 是是 就是个人隐私的部分 还有他产出内容的合适性 那另外再来除了认知作战以外 最后一块就是抄袭的问题 因为我只能这样讲 就是这些内容的深层是透过AI的运算 那自然而然呢 这个主体是AI 但是AI事实上并没有拥有制裁权 就是他不是一个自然人 那所以呢他在制裁权上 他并没有办法拥有制裁权 那换言之就是使用这一个工具 然后又运用这个内容的人 他会面对到一些问题 就我的了解是 这些生成是AI所生成的内容 确实他是透过运算产生 但是总是有可能万中选一刚好 他产生的内容会不会在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刚好跟他人家的那一个资料来源 是完全雷同 只是你花再大的力气你也找不到 只是刚好不小心被对方找到 那他就会产生一些纠纷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学者在谈 就是说这中间会不会有抄袭的风险 所以有时候可能在做研究的时候 假设你希望用这个来协助的话 恐怕我的建议还是先从摘要啦 关键字出发啦 因为毕竟那个是根据你自己做过的内容 那假设是要做文献检阅的话 恐怕就要花点功夫 除了针对他生成的内容 去做一些文字上的修正的调整 恐怕还得在引用上面 自己要真的好好的再去做处理 所以其实我只能这样讲 还是不要太贪图他的便利 而忽略了自己本质上面 应该要努力付出的那一块 是是 好我想今天一样再次非常感谢 廖熙忠老师百忙之中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只可惜我们这个每一集的时间有限 不然还有好多问题想要跟廖老师 好好的一个讨论 那今天我们讨论这个生成师AI 在大学教育上面的一个影响 从这个应用面 还有这个在风险面上面 种种的一些考量 这个内容实在是谈得非常的深入跟丰富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必须要在这里 跟大家告一个段落 非常感谢廖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 下次请再收看我们功夫创新小学堂的节目 谢谢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